再问你一遍 如果此时此刻 在生意和小陈 非要做出选择 也实际情况就是 如果你接受了小陈 你势必要跟古大风之间 有所隔阂 也许你的生意 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你是否还愿意 执着地选择小陈 小陈 如果你愿意回来 我愿意 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 都放下来 我不会跟古大风在合作 我只会跟他做朋友 因为他对我曾经帮助过 我不能做一个 忘恩负义的人 我希望你回来跟我一起 来 古大风又上来了 来 你听一下 他刚才说的这番话 你想说什么 请着 其实我的话 其实跟你一样 都是发迹类型的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没来 但我还是站在这里 这样啊 古大风 你也照顾了他四五年之久 也执着地表达了四五年之久 虽然他并没有接受 对吧 但是作为男人 公平竞争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背后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方式去排挤他 恰恰恰使得你的对他的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逐渐的降低 到这个时候你真的应该体现出一个男人的胸怀就是向小陈道歉 你说呢 我这样想啊 其实这十万块钱 也不算是什么 但是我感觉如果他不接我这十万块 我的决定 也会改变 既然他今天都不敢来现场 不 我相信他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 他不管来不来 我相信他都没有拿 拿你的十万块钱 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拿了 他有没有接受我们还不知道 不能凭你一个人说了算 好吧 对啊 找他 找他过来 行啊 所以你先下去吧 没事你可以等着于万婷 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等他 他是拿了 但是我 我想知道他会不会站在这上面来 我想他不会 既然拿都拿了 我相信他不会拿你的十万块钱 我希望 他拿了不会过来 也希望他真拿了 你让他自己说 那你这样吗 你这样来 你站着 把第二现场打开 小陈 你来了 为什么不出来啊 他拿了钱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你说话呀 你好 清楚了 是小陈吗 主持人你好 请坐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陈一军 我来自广东广州 我是停解了司机 接下来我提问 你回答 好的 第一 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 不出现在现场 拿了钱 回答我 拿了钱 来这是我的场子 这不是你的企业 来 回答我 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不能再回避了 小陈 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 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 但是今天请你说出你心内心所有的话 我今天是来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的 小陈你真的拿了古大分十万块钱吗 小陈你出来好吗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听我问 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 是的 你为什么要拿呢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 那天 婷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 因为喝了酒 等我开去接婷姐的时候 婷姐已经喝醉了 然后 古老板就跟他坐在后排 我坐在了 前排 但是 我通过反光镜看到 说 看到什么 算了 这个过去的就不说了 说 别乱说小子 我看到 古大哥 搂着 婷姐 亲了他 而婷姐没有拒绝 怎么可能 古大分 但是他当方面说 我再问你一遍 小陈 他当方面说 小驴万亭是不是已经喝的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 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这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 婷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 找我 他下车跟我谈话 他说 婷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做他的司机了 以后车会给他开 而这个十万块钱是婷姐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不要在这里做了 余万亭对于古大风一直以来的拒绝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陈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陈 出来吧 单方面的 这单方面你得看 你最看到了 他怎么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出来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让他考虑 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至于古大风我更不想说他 小子 你站出来 你既然站出来的话呢 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单方面的事情不要再说 如果他真是喜欢你的 我大哥 他真喜欢你的 我求你 你让他 让他自己说他为什么要拿了十万 来来来 他可以不接受 先别说他小子的事啊 我们先理理事 我问你 自然让他让他让他出来啊 你上次说之后 他趁你昏迷的时候 对你做了不礼貌的事 你姓小陈还是姓他 我姓小陈 你姓小陈 请问你做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实话 你做了没有 这话我肯定没有 真的没有 十万块我是给他 我问你 你亲了 郁万平没有 在他没有允许的地方 你亲了没有 是男人敢做就敢做 你下去吧 我真的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了 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你做了 你不敢承认吗 不是不敢承认 我不问你 你做了没有 我不是不敢承认 你做了没有 你做了没有 因为亲他跟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好吧 没有 那我 你要 你要硬不承认 说这没有 那我就没无瓜可说了 因为 既然他能来 我不管他那个钱 要不要 要不要给 反正拿了是拿了 他能站上来 他真的喜欢他 让他说出他的道理 我心服 你让他说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 你在这儿向他道歉 我觉得还是可以原谅 否则的话 你以后跟郁万平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一落千丈 有吗 这个观念 我不需要在这边去表 如果他能真真 真的能站出来 他是真的 对你是有心的 如果他真能表达得清楚的话 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是吧 我今天来的这一刻 我就想看到 我们为谷大峰谷歌掌 另外 我再问你一下 亲了没亲 亲了没有 到底亲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 亲了没有 干嘛 还把我拽在边上来干嘛 不不不 小陈是不是来 我不知道 他敢不敢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想因为 这个状况 会影响到万平的感受 你想说什么 你到底亲了没亲 亲了就赔个礼道个歉 在这看 如果他退去 你还可以继续追求 如果他今天来了 你要放手 我肯定不会放手 因为我还没说完 放我的手 我还没说完 既然小陈说来 我就不管这是 因为如果他不来 我就站在这里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接受 我看小陈上不上来 一股大哥 平日里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你把我当妹妹一样的看待 在事业上 你帮了我这么久 我真的很感激你 但是我今天 为了小陈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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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好 怎么这样好 不管古大分说了什么 我以后跟他断绝来往 以后我不再是你的老板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不会 来 站这儿吧 接下来是余万婷和小陈的告白事情 你已经拥有什么事情 你已经拥有什么事了 我们把钱还给他 以后 我们俩一样的老板 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 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答应我好吗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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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